27年前的今天 我国的宪法承认了我们是原住民族 是这块土地原来的主人 这就是我国原住民族日的由来 8月1号原住民族日 原民会在原山饭店举行证明27周年活动 并由前国道代表江吉明 再次带国人回顾原住民族证明的波折历程 从原住民族证明诉求开始到今天 我们原住民族全力发展已经推动了40年 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 三包证明为原住民族 就是一个开启后细一系列进步政策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 当然我们还是期望 我的族人朋友们 我们除了一统回顾这段重要的历史之外 我们也期盼社会大众理解原住民族的处境 希望我们的所有政府各机关 可以跟原民会继续地落实多元文化的政策 而是冯东金奥运 原民选手在竞技场中的亮眼表现 更让8月1号这一天别具异议 在原住民族日这一天 我更要进一步地强调 除了体育之外 原住民族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好的成就 也应该受到同等的关注 这才是族群主流化的实践 除了总统蔡英文及行政院长苏贞昌 向原住民族致敬之外 科委会主委杨长正 则透过原住民族协助建立水尊影片 来表达原住民族证明对这片土地的意义 原住民族的证明运动 给了汉人一个解放的机会 我们的思维不再会陷入一种歧视的 那个不对等的架构理念 那所以我就认为说 原住民族日应该是全国国民的原住民族日 回顾证明后的这27年 以降巴路而表示 自从2016年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后 国家与原住民族的关系迈向新的阶段 而在证明之后 未来原住民族各项权力议题 仍需社会大众一同关注并落实 原市新闻 阿拉斯普罗利亚台北市采访报导 阿拉斯普罗利亚台北市卿交友